香克斯一生有五次好赌 一次赌输 简洁让艾斯丧命 还有两次用自己的性命当筹码 在东海的风车村时 香克斯与小路飞相遇 两人很快成为了好朋友 在此期间 路飞还误吃了橡胶果实 为了给香克斯找回面子 路飞独自找到山贼西格 却被狠狠揍了一顿 见到路飞不惜性命保护自己 香克斯决定赌一把 不仅舍弃一条胳膊 还送上最珍贵的草帽 激励路飞成为大海贼 不过香克斯赌对了 路飞在和之国击败凯多 成为君临天下的四皇之一 得知艾斯去追杀黑胡子 香克斯宁愿得罪海军 也要与白胡子见面 一个人登上莫比迪克号 不顾自己的性命 让白胡子召回艾斯 这一次香克斯读书了 白胡子碍于面子 没有听从香克斯的建议 结果艾斯被黑胡子击败送给海军 史上最大规模的顶上战争爆发 在这场战争中 艾斯被路飞救下后 却中了赤犬的激将法 身体被岩浆拳头贯穿 伤病缠身的白胡子被黑胡子击败 振振果实也落入黑胡子手中 随后 黑胡子抢占白胡子的地盘 成为新任四皇 世界变得更加动荡 为了平行顶上战争 红发海贼团挡住凯多和晋后 也来到了马林凡多 在赤犬干掉克比的前一秒 香克斯用格里芬挡住岩浆拳头 他赌赤犬不敢与自己战斗 也赌在场的所有人 不敢不给自己面子 看着陆飞逃走也不敢继续战斗 黑胡子嘴上不怂 调侃向香克斯左眼的三道八 身体却很诚实 带着手下乖乖离开 紧接着香克斯又赌了一局 要从十万海军手中 带走艾斯和白胡子的遗体 面对强大的红发海贼团 元帅战国也得给面子 不顾手下人的反对 让香克斯把艾斯和白胡子的遗体带着 这一局能赌赢 全靠红发海贼团强大的实力 世界会议期间 香克斯与五老兄见面 目的是谈论某个海贼的事情 香克斯独自来到玛丽乔亚 无异于拿自己的性命在做赌注 他多五个老头会给面子 不敢对自己发动攻击 香克斯有如此自信 也是基于红发海贼团的强大实力 不管他们谈论的海贼是路飞还是黑胡子 世界格局都会再一次被改变